后手 前手 打退了 后手拳 漂亮 后手拳 左摆 右摆 连续的进攻 我们看 好的 漂亮 打倒 两次战胜武僧一龙 日本拳王自以为天下无敌 叫嚣挑战 修建梁 结果才没打到大口吐血 眼神涣散 肠子都会惊 这个日本拳王名叫长岛熊一郎 他可谓是变态中的变态 极品中的极品 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規 在第一次时一拳KO了武僧一龙 但我们都知道武僧一龙是个倔脾气 他当然不服输 所以向长岛熊一郎发起了第二次挑战 结果第二次点数又败给了长岛熊一郎 所以这个日本拳王长岛熊一郎是相当的膨胀 第三次来到中国就向邱建梁发起了挑战 在出发之前更是放下了狠话 我百分之百肯定会KO邱建梁 搞不好还会将他打成职入人 要知道中国拳手都是东亚并服务 请大家对我的技术放心 我一定会去中国称王称霸 这场比赛对于邱建梁来讲 挑战还真是不小 因为对方平日里打的都是75到80公斤量级 而邱建梁呢则是常年打67 所以说两人在体型上的话是明显的差距 但邱建梁呢还是接了 因为对方实在是太狂了 好 比赛开始 注意看白色拳道 红方选手 坦克邱建梁 而蓝方选手 他的体格子很明显 要撞上很多啊 身高 臂展都要有优势 而且他还曾经KO过五僧一龙 那说明他的重击能力是非常恐怖的 邱建梁千万要小心了 把转身头的 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 而且粘性很强 这个日本选手 特别长岛这一批的选手 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 你发不出力来 进来了 全是 看对手是充分利用自己避展的优势 两个人避展差的是四厘米 比方日本选手的这个身高和臂展啊 观众朋友们 我怎么看他呀 都不像一个日本人 我总感觉他是个二鬼子 应该是个杂交的 因为在日本我没有记错的话 男性的平均身高啊 应该在一米六五左右 那这个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日本人 应该是个串 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 转身后白 反正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 哦 前白打到了 哇 前锋鞋 虽然说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身形差距非常的悬殊 但邱建良的很多高难度动作啊 依旧敢打 没错 这就是邱建良敢打敢听的性格 好 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 邱建良今天一上来 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 哦 这边 左摆 对 左摆 应该是滑倒了 哎 滑倒了 那这个绕进去的左摆啊 还是很有威胁 已经好几次 你看 哎 又是摇臂进去 左侧 右侧 左侧 啊 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呃 进攻的这个企图啊 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 又躲开了 右侧后白 你看 很聪明啊 打起来 前后手 对 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 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 没错 后手 对 好 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 那么在第一回合日本选手长岛啊 他表现的非常的懒散 呃 这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节奏 一般来讲第一回合呢 他就是找节奏找感觉啊 第二个回合才开始发力 因为在前两场比赛打五僧一龙的时候 他就是这种感觉 但邱继良这一边呢 依旧是很沉稳 我们并不是用蛮力打拳 我们是用脑子和技术去打拳 没打到 没打到 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 前后手 哦 哦 漂亮 人家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 跑到低扫 邱继良的这个够挂 挂高扫啊 这个很擅长这个 对 刚才评勾 走走走一个白拳 哇 邱继良的这个追击速度啊 太快了 这两个人目前来看在速度上来讲 邱继良快乐对方啊 不止已经半点 不论是在步伐上还是在出拳速度上 我们都是占据优势 对方这个长岛的打法很少见啊 我们国际选手没怎么献过 打法很软很黏 但是他的特点就是扛揍扛打了 哇 转身后摆 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 如果是后脚跟的话 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 上高 长岛 邱继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 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 是 长岛一个左摆 打到了 在邱继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 好的 又是 跟着手抱住 这后手拳 把长岛拉倒了 大家可能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长岛啊 他是一个同性恋 没错 他不喜欢女人 他喜欢老爷们儿 好 漂亮 哦 沈龙白尾 差一点点 第二回合 还有最后30秒 这个长岛呢 真是扛打 你感觉他随时都有可能被KO 但这都是错觉 他就是这种风格 类类唧唧 缠缠绵绵的 你看 他就是不倒 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 全力往前突了 扫踢 可以说在战略层面邱建良是高于长岛 好的 你都以为长岛要爆摔 长岛可能也想这样做 前刺 顶开了邱建良 好手 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 发力进城 长岛更长 对 这场比赛邱建良迟迟没能KO对手的原因啊 就是对方体重比邱建良打太多了 两个人没猜错的话 差了将近两个量级 小心 这下是邱建良自己重心失衡 不算独秒 现在已经第三个回合马上要结束了 但是这个长岛呢 我感觉不到他累啊 感觉 哦 漂亮 这个后手打得很准 但对方依旧是没感觉 打不动啊 但是到后刀 后手前手 打退了 后手拳 漂亮 左摆 右摆 连续的进攻 我们看 长岛这边啊 抗四眼能力真的很可以啊 好的 漂亮 打倒 刚才邱建良应该是连续打了十几拳 这个一阵猛攻啊 啊 脚停了 好 邱建良还是要更胜一筹 击败了两次一重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但殊不知啊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一重呢 只是个演员 只是个网红 而邱建良才是真正的世界高手 恭喜邱建良 同时分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支持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 我相信您的肯定是很支持邱建良了 也祝您今年的2024年发大财 行大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打赏 点赞 打赏 点赞 打赏